最近真的是万物起涨 但是桃园市公车票价却是动涨 让不少通勤组感觉到了小确幸 而除了票价优惠之外 交通局近年来也积极改善了公车的软硬体的服务 包含像是更换智慧站牌 广设后车停 提供优质的乘车环境 而这些种种改变也让民众很有感 近年来为了提升公车搭乘率 是否积极改善公车后车环境 包括建制新式站牌 数量由511处增加到1968处 成长3.85倍 而公车后车停数量则是由117座 增加回432座 提升3.69倍 新式站牌提供公车抵达时间 让民众不用忙等 后车停则是能够遮风挡雨 贴近民生的需求 让多数通勤族都觉得更满意 那比如说其他硬体设备呢 比如说像站牌啊 然后就是等待的这些地方 还好还好对对对谢谢 就觉得这几年有提升吗 你有啊有啊 我觉得都还是一样不错哦 很坦白讲 所以蛮满意的 算蛮满意的啊 没有啊 除此之外交通局也推出 持市民卡搭车买一送一 票价上限及公车转程淘捷双向优惠等等 让月亮成长到五百七十一万人次 虽然这两年因为疫情月亮下滑百分之三十 但因应都市发展 民众的交通需求 新批公车计划依旧持续进行当中 从104年到现在呢 总共新批了24条的市区公车 那么后续也会依据这样的地方需求呢 来针对一些有潜在路线进行一个示范 交通局持续提供大众运输服务 系统化管理公车后车设施 提供市民更优质便利的后车环境